最後四個字叫公在黨國 我想民主國家應該不至於有這樣的用 但是您是第一人也很難會有第二人 在台灣威權時代結束以後 終於讓民主進入台灣 軍政時代過去以後 言論自由已經是一個基本的 在世界民主國家的一個主流價值 但是你能夠在世界民主浪潮裡面 成為中華民國政府裡面第一個 把新聞台關掉的這樣的一個主管機關的首長 有什麼感想沒有 包委基本上來講的話 我們對換照的部分來講就是依照法律去處理的 我們獨立機關本來就是應該依照法律去執行的相關 依照你的標準的話 從當年民進黨一再表達黨政軍要退出媒體 是 但是現在你們卻用一個所謂換照的名義 來close一個非常重要的反對系統的媒體 其實主委啊 不管用你們自己組成的委員會 你們官派的委員會也好 你們御用的這些學者也好 你們常用的專家也好 大家都知道遊戲規則 現在民主社會 全民不是集體智障 你幫民進黨做了這件事情 跟本席去年看到你的時候 我心裡的落差很大 這麼重大的一件事情 怎麼在你手上來完成 我們不要說用筷子手各方面來形容 但是在若干年後 你有沒有想過 你可能會在教科書上面說 你是承認台灣的NCC的首長 然後做了這樣一件 反民主 反時代 反世界潮流的 這樣的一個決心者 讓你的兒孫啊 以後在教科書上都看到你的名字 到時候 會不會還不到百年後 就開始遺憾了 會不會 基本上來講的話 作為一個法律人 我們基本上來講 坐這個位置上 就是依照法律去執行 我想這個中天不予換這個案子 也不是 我們是透過相關的程序去處理 這程序是非常嚴謹 參與的也是非常的多 那就是像剛才委員說講 台灣基本上有 非常多不同的意見 所以就像委員 所以應該要包容啊 當然我們 我們不能盡心繁殖 然後一無二人就決定了 基本上來講 整個台灣的民主自由的價值 我想 委員可以去參考一下 我們 台灣在目前來講的話 所有的民主自由的價值 或是排名來講 並沒有什麼倒退的現象 這可以去看出 主委啊 主委啊 過去槍桿子時代 不管是老三台後來有第四台第五台 是 也從來沒有關過新聞台 以前基本上也沒什麼新聞台 跟委員報告一下 但是基本上那幾台都有報新聞嘛 那是中和台 基本上 這個民視也 不曾 遭受這樣的威脅 我們從來沒有威脅說任何的新聞台 所以 我覺得 主委 您真的要感到汗爺 好 沒有人敢做的事情在你手上完成 所以啊 如果公在黨國還不足以形容你的工業標品的話 如果還有其他名詞 你可以通知本席 本席再考慮一下 到時候我去獻花 好